文之音響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你們來到五時 今天我沒有時間 因為他太忙了 所以就有Ryan 和我當主持 做《瞬間贏幾球》 開始報報恆子 現在是1.06份,恆子還有24546點,升近339點,大肆成交789億 我也想和Ryan看看恆子,好像很久沒有單獨和Ryan做過節目 好像很久沒有聽過你看恆子,究竟接下來的趨勢你們會怎樣看 因為近來也比較多新聞,恆大之後就到本地地產股 地產股之後就到,原來內地又有政策,不過又不是監管科網股 監管好像再大一點的東西就是限電 好像拖累到整個香港本地的股市氣氛都一般 大家好像都不知道從何入手,不知道有什麼辦法是還未受到影響 你短期又怎樣看恆子,因為我看到今天正在三百多點 有內房,物館,還有ATM,ATM三個,X是沒有東西,都有微星 那你短期怎樣看恆子走勢呢? 短期都是看藥的,首先看技術 你看上方幾個重要的阻力點,25500點的位置 首先第一個位置,第二個位置是25800點 第三個位置是26000點 這幾個位置都是層層阻力,不容易升穿,不容易站穩 即使是升穿了,其實它都會很快對下來的 因為你上面還有阻力,你現在的市場的信心是弱的 但凡上網看到這些阻力,其實都會提早沽貨獲利 那今天是有少許劫瘡,還有始終明天是期結 劫瘡是很正常的,但是期結過後,到第四季,我自己都會覺得 暫時看得比較弱一點點,起碼不要看得太進取 不要先起好倉,找高位就用你的工具去沽它 我也覺得這個是接下來一季的策略 因為你剛剛數了出來的很多政策 當然每些政策本身都影響了個別的行業,個別的板塊 但是更明顯的主題就是現在市場的信心弱 大家覺得現在的股值不足以去彌補到他們面對一些政策風險 很多東西其實很便宜,你看騰訊多便宜 你看一些內房多便宜 那你的撥反彈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你可以選一些東西來撥反彈 但是你都不要太進取 你最多看一成至一成半,其實夠吃就走的 所以更加要看著資金 當資金離開的時候 你不要說我還未到價,是不是不離開 你都要跟著走 現在鬥快吃股鬥快走 變相現在是否真的要持現金為主呢? 先去現金吧 美股我自己覺得是未死的 雖然美股沒有之前那麼強 強勢減弱了 但是呢 你說是不是已經踏入轉勢呢? 美股是未有來的 現在始終大家對於貨幣政策 都是看得比較審慎 還有你關注債息是否扯上去 這些就是後話 你真的去到基本面的分析了 但是貨幣政策就 第一變得很快 第二你看回聯儲局的態度 尤其是鮑威爾的態度 他昨天去聽證會都是在說 說那個通脹都是超乎預期 不過是暫時性的 超乎他們的預期 當然是超乎預期 他的預期到年底的時候變回二 你的預期是這麼低的 你一定超乎預期 但是他都是嘗試安撫市場 還有他提到就業市場的狀況 的確美國的就業數據 近兩個月都走得比較反覆一些 這方面其實也是 如果趨勢持續 有機會為聯儲局延遲收水 又或者減慢收水的步伐 提供一些理據 這個就對投資市場理論上是有利的 留意這方面的發展 因為你始終對那個市場的影響又大 他本身的變化也會很大 還有一樣就是 那個債務上限的問題 債務上限 理論上就是九月美國要停牌 但是現在佩洛西還要院長 他民主黨籍 都提出說有一些基礎法案要表決 端估這些應該沒有什麼障礙 起碼令到政府不會停牌 但是債務上限再慢慢談 大家再包含 兩黨其實都在角力 細節我們未必可以很容易理解 但是你可以預見的就是 接下來都會有這些消息的反覆 從而反映在美股市場上 所以縱然美股是一個強勢的市況 暫時仍然屬於 你說是不是現在 我套回現金 我就立刻套進去那邊 我覺得先看定些 還有放慢買入的部分 那邊都升了很多 其實美股那邊的市場 是的 但是要記住 全世界最強的公司都在美國 科技股都在美國 越強越強 是的 我記得節目都提過 你不如找位置買一些蘋果 你更安心一點 但是它怎麼都不給你一個位置買的 我以為iPhone 13沒有特別的 它的位置很高 你以為iPhone 13沒有驚喜 以為它會跌 誰知道那些人也是排長龍去買的 是 其實真的猜不到 我真的猜不到 是 我講起科技股 因為昨天我看美股那邊 科網股其實帶頭下錯的原因是什麼 原來美國國債那邊的債息 其實抽升了 理論上 其實科技股會受壓 看回港股這一邊 又不同 今天的ATM其實也有些資金去追捧 今天正在升三百多點 除了剛剛講的內房、物館 連科技股其實也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這些其實之前是一些比較弱勢的股份 因為其實都跌了很久 尤其是看了700大家都知道 都跌了一段時間 其實今天的升幅是在一些弱勢股那裡升 究竟這個是一個入市的信號 其實是一個逃生門多一點 你說香港的科技股 是的 當然是逃生門 一直都說每個反應都是逃生門 問題是他開大還是開小 即是他的逃生門開得多大 騰訊會可以開得大一點 一般 因為騰訊始終第一 他不是封眼 本身 我講的是政治上 政治上他不是封眼 但在政策上他是一個封眼 他好像犯犯都中 因為他太刀犯而沒有 你估計很難不受影響 所以縱然那個估值再便宜 除非你真的看得很長遠 你真的覺得他可以回復 你都不介意挨家 那你就不妨拿著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去鬧 我覺得還不是一個適合的時機 我不會嘗試去猜他的底下在哪 因為他始終是處於一個很弱勢的情況 還有其實你看到一些領導人都打開口牌 講到明說 其實在內地不想見到一些很強的科網企業 要整頓 你越強就越死 但是你不強就一樣是死的 在科網的世界你沒有競爭力 是 我見到你已經有機會剁掉了 有機會 是呀 那怎麼辦呢 至於九九八八更壞 他連政治上都是封眼 你見過走勢比騰訊還差 就知道 所以 九九八八我們是先看淡過騰訊 我一直看淡過九九八八先 就多過騰訊 但連騰訊都死了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就豁止了 但是騰訊 大家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 好像是很便宜 鬧一鬧 但有些其實都會看淡的 那究竟這些位置有撲不撲得 撲不撲得 都不妨的 不妨就可以撲一下 但是九九八八不好撲一點嗎 如果要看的話 他好像他的細胞更明顯 是嗎 如果兩隻呢 你會選哪隻 兩隻我會選九九八八的 九九八八 我會喜歡明顯一點的細胞 那也是 不過我看看獎樓 我想說就是七零零 他好像又彈上去四百八十幾 四百九十塊 之後再下去四百 四百幾 四百十啊 四百二十啊 這些位置 是 如果你們想做一些反向操作 撲的話 可能大家看看九九八八 我看到有不同的問題 我們稍後都會回答一下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檢查室裡問一下 我稍後就問一下Ryan 因為都有不同的辦法 都想和Ryan聊一下 剛剛就說到一些弱勢少少的股 我一定要說到一些車股比較弱勢少少 就是175 因為他出了一個新聞 就說他本身做車的 現在又說要進軍手機界 然後再看小米 他本身做手機 他又要做車 那你又怎麼看那隻175 其實小米也不英俊 顧家 小米做車就完全不用看了 對 一路節目我們都說 你看他在北京註冊那間公司 整堆管理 他裡面只有一個人 是由保馬來的 他還要是由I系來的 I系是新的電動車 電動車 新能源車那些 他還要做車身的 人家的現代、Kia那些 假的都是德國大廠的設計部門的主管 所以小米暫時來說 不能看的 他已經穿了位置 是啊 穿了位置 有貨一早叫你沽 你不沽的話 這些位置先拿著 他的股席也拿著 還有錢可以回購 他有手機業務 但是不要忘記 他的手機業務在歐洲是一哥 或者是二哥 很多地方 有部份地方是一哥 其實他幾靠 在我業務裡面 他幾靠歐洲業務 現在立陶宛說明 你有小米手機 你就丟掉它 沒有小米手機 千萬不要買 立陶宛官方的報告說明 都說到這樣 是啊 其實不多不少 對他的業務擴展 一定有影響 所以就 小心點 自己找位置走 看回175 看回175 小米做車 看負面 但是如果你做車企 做電話又怎樣 能力上應該問題不大 因為其實兩樣東西 都是供應鏈和生產線的管理 他們本身不是一個工藝 當然是涉及一些設計 但是你怎樣把這些設計 認識 他怎樣可以令到出貨很暢順 這個是兩樣東西的一個共通點 同樣的挑戰 175在做車上 他絕對做到這件事 他做得很暢順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能力上 他做手機 我也相信沒有問題 但手機某程度上 是一種品牌的競爭 尤其是Android手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Android 他一定不會是ROS 他一定不會是蘋果 剛剛才說 你會不會是自己的OS 自己的介面 自己的使用系統 我都相信有機會沒有給我看 但如果是的話 就實在太高了 其實他是不是想做到 像Tesla那些 會連接到電話上 關於導航 或者電動車 有很多東西可以放在電話上 其實對他的幫助 會不會真的有在這裏 Tesla 我想他都想 你不要說做手機 因為手機最值錢是OS Tesla是想做好這個OS 但你想一下 Model S 即是第一架 真正大量量產的車 到現在都幾多年 七年 他這個OS還未完善 他到現在 都是很靠你用家的手機 是 你想一下 Tesla 到現在都沒有把Apple CarPlay 放在他的車上 原因就是 好像你所說 OS對他來說 他是想走的一件事 他想發展的一件事 還有他覺得是很核心的一件事 OK 反過來 如果在吉利那裏 問題是他做不做到 這件事就是 還有他要做 他要花多少資源 用多少資源去做 這也是一個問號 我覺得 如果你看回新能源汽車 現在一間175 上面的新能源汽車的份量 其實就不是太多 他要做很多的整合 才可以把新能源汽車 放回到上市公司 我相信他會做的 但是 如果你說他新能源汽車 在這一刻 他那個市場自有率 他還不是很高 所以 簡單來說 你先做好新能源汽車 然後再搞那個 OS 然後才去做手機 我覺得整件事會順利成章 可能他提前趕了他的計劃出來 可能是想刺激一下 近期的車期的股價 都好像傻傻傻傻傻 他的股價已經很貴了 他的股值已經很貴 已經不便宜 市場已經給了他一個很高的股值 作為一間傳統車期 因為 新能源汽車可以享用一個很高的股值 沒錯 你看回 由Tesla 去到數回來 衛來 小鵬 你的股值都很高 但是傳統車期是不行的 你看Toyota VW Tesla 這些車廠 在說十多倍的PE 你看吉利 你看長城的PE 市場已經給多了他 所以股價也是 都穿了頸線 還穿了兩條 上面穿了一條頸線 下面再穿了一條頸線 股價會有些擔心 這些都是短期內 不適宜尖手 都是穿了位 不要在這時候鬧 不要一直想要去最低位 最低位的位置鬧 其實泰國是高人攬大 我們駐馬有限 你這樣搏 多多錢也不夠 說起車企的版法 說起新能源車 就是1211 近來沒有特別利好的消息 是關於新能源車的方面 如果是1211 你又怎麼看 好像之前你們都比較看好 如果三大車企 新能源車都會喜歡1211 對嗎 是的 我自己持有 我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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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他的消息 始終你看數據 看數據 一個月出6萬架車 他還要交到 即是說他無論是市場 對他的收落程度 以至是他對於自己的 生產線的管控 他應付到市場 都做得好 所以如果你說未來的 新能源汽車 或者電動車 那個前景 我會把比亞迪看過線 但也不是短線 還是中長線 還是跟市場 市差也沒有辦法 對 但至少看上去 他一定會比較硬 我們剛才就這樣看 175 對 如果大家喜歡車的版法 不妨留意一下 1211 中長線 剛剛說到 可能恆指手 很多不同的消息 拖累到整個市場的氣氛 尤其是限電那裡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出了 關於能耗 雙控 剛剛 跟Ryan 也說了 究竟他那個影響性 有多大 好像有不同的企業 都受限電 限產的影響 令整個規模 原來比我們想像之中 更加多 是的 你所得出的工業 其實都會受到限電影響 有什麼工業 不需要用電 只不過問題是分別是它是不是高排放 但是只要它用電的基本上它就一定是中的 因為全中國有七成的電是來自火電的 火電就是煤炭 那你一定是高排放的 那你如果中央有個目標 有個KPI給一些地方政府 你要減排 你有個目標去做 那地方政府一定要做的 那它可以做的就是鶴亭來生產溫室氣體的工業 或者是行業 那你在中央的角度 都說明要有炭達峰 要炭中和 而中國在這一刻其實是 全世界產生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 它產生的數量是比第二 第三 第四位是更加多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它有一個壓力是需要減的 因為你面對著國際的壓力 而減炭是中國對外一個小數大家是有共同語言的一個議題 你在政治上的價值觀上 信仰上 其實你和國際社會不太接到鬼 大家知道 因為有中國偉大的特色 但是你減炭 就起碼有辦法談的 大家都會感到一個發展中國家 是有一個減炭的努力 那你在中國角度其實有一個減炭的動機 你設定了一個目標就要做 這次就要減炭 但是與此同時 你在內地是要有一個經濟增長的需要 你叫經濟失速的話其實是很麻煩的 你會影響社會的穩定 那他又要平衡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官媒就罵一些地方政府 喂 你們臨急臨忙 在暴力才來搞暴力才去搞暴力才去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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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是啊 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角度 那怎麼辦呢 我不是不夠錢嗎 那我要交的都要 所以其實你又催他不上的 就是你賺他不何的 而在電企的角度 你除了面對這些減炭的需要之外 其實他在賣電又是虧錢的 原因是煤炭價格是太貴太厲害了 那為什麼煤炭價格這麼貴呢 因為你看過去今年頭八個月 其實大陸的產煤量是增加了 忘記了是6%還是8%左右而已 但是那個需求量是增加了17% 那不是遠不可以補到那17% 補不到的 是啊 還有頭八個月而已 那你剩下的那四個月是冬天來的 現在華東在講單位數了 晚上那個攝氏溫度 那你需要煤炭的嘛 那你再負十幾二十度的時候怎麼辦呢 只會增加的 那你會說畫多些煤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那麼簡單的 你的煤礦要地方政府批的嘛 那他們有些安全需求的嘛 你之前有這麼多煤礦以外畫派的批 要人頭到地的嘛 那些地方政府又不敢冒險的 又是一個死症了 那OK 還有就是最重要的 中國很多煤是由澳洲入口的 去年說的 今年是沒有的 今年是完全沒有煤是由澳地 是的 因為澳洲和中國交互了嘛 是 澳洲好像處處針對中國 那中國就直接罷買它的煤 OK啦 那沒有煤用了 那你只能夠去印尼買的 那你去印尼買又怎麼辦呢 印尼自己都有一個 所謂發展中國家 都有一些工業需要的 人家都不夠煤買給你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煤價只會高居不下 難以下來的 那加電費就可以了 加電費又要政府費的 又是搞不定的 所有事情都不是那麼容易 又是搞不定的 一環扣一環 當然有些比較靈活的政府 廣東省政府 他給他收一個附加費的 或者一些華東省份 都給他收一個附加費 但是 這些附加費不是很彌補到 那個煤價的波動 收得多少啊 是啊 不夠彌補那個煤價的上升 那結果 你搞了一大輪 又是要限電 限電到你有很多的地方 其實他們要面對一個電梯都沒得搭 交通燈都要關閉 現在好像說工廠 三樓以下的就不讓你搭 不讓你搭 三樓以上才可以 開冷氣開26度 是啊 開來做什麼啊 26度 焗死人啊 是啊 他一直都有這樣的指引 在大陸 但是 你去過大陸的廠房或寫之後 你就會覺得很熱 是啊 可能20度 咦 我們也要28度 但是很涼 但是沒事的 又覺得OK的 假的 但是大陸的26度 真的是真的 剛剛聽你說的 其實煤炭 但是接下來的價格都會不停上漲 其實會不會也很有利 可能一些 遣周煤 或者其他煤炭的股份 不知道啊 但是 你看他們的價格 是不是很漂亮呢 似乎短期內是在反映這個因素 但是你說 是不是還可以炒上去 是不是那個煤價 可以無止境地升上去 而中央會不會出手呢 我又覺得很有保留 就是升還升 但是你不要忘記中央會出來的嘛 是啊 就是照顧到你生活會不會一個細節的嘛 偉大的中央政府 是不是 是 那他怎麼會任由煤價升上去呢 好像之前那樣 就是由8月中開始升到去 就是9月17.9日的高位 那就馬上要回 但是今天也有明顯的升幅 有12% 那這些是短期的反彈 但是其實真的有一個升幅在那裡 是啊 所以 我就不會因為看那個煤價而博一些煤炭股 你博得很短 你身段很靈活的 完全沒有問題 那你就走一轉 但是 如果你覺得 因為我以上說的因素 煤還不是升到 暗暗的聲音 應該就比較難 是 要考慮其他因素的 但是 我相信 政府的干預 結果又會導致另一樣的問題 是 那也是關於價格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要小心點 那我講到電 我看到就是1071 嗯 1071 今天也有升了5% 原來他就說有一個新聞 就是 他出售了煤礦的子公司 貿華 大概有28億的現金 買方就是大股東的中華華電 其實他這個行動 賣給大股東是否算是一個好事 而且他這樣拿28億回來 對他自己有 其實究竟有幾大幫助 沒什麼大幫助 拿著現金做什麼 200億而已 他當然有些事情要做的 有些系內的事情要配置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他佔什麼資產進去 估計也很難估計 但是這些理好消息 如果這一棟你錯過了 我又覺得沒什麼好適的 不如讓他有些事情更新 起碼有一個輪廓 現在連我的故事的輪廓都沒有 是最初步的 消息層面都不知道是理好還是理淡 你拿著煤炭 你拿著現金 把煤礦買給系內 即是沒有公司 你猜不到他想怎樣 是 他又沒有說進一步 究竟有些什麼動作 不如不妨等下 剛剛說到燃耗雙控 其實那個軒環是很威大 你說一環扣一環 究竟牽涉程度有多少 大家都沒猜到 究竟這個限電限產的情況下 哪些板塊會最受惠 剛剛說到很多都是受影響 那當中會不會有少少受惠 例如板塊或者行業或者股份 這樣想 其實在這些地方政府 他可以做的事 就是 因為他要減排 他的目標就是 減排你就不排 你那些人不要排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要不我買一些碳排放的碳排放的碳排 不知道他會不會做 但是你不可以由政府買的 政府是沒有碳排的 是企業有的 但是最多的就是電企 其實 理論上電企是會受惠的 因為電企有些比例可以買 但是問題是 這個市場還未很成熟 也不是很透明 只不過這個會是 中央大力推動的一個市場 一個碳排放交易的市場 因為你看看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那個例會的公告 你看到今季是多了一句 那個碳排放的市場 其實要進一步優化它 諸如此類的 那電企本身就已經有一個碳排放的比例 這個就看看他們會不會因此而受惠 但是不要忘記電企始終要面對一件事 就是剛才Vian所說 會不會有國家任務要你發電 一定要公開 那你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每發一度電 你都需要時間一度電 那不要搞住了 那如果你說這樣看 一些電力設備 或者一些減排的設備 或者會有些商機的 那留意這隻1296 我自己就看了那隻1296 就是過電科環 是的 高穩回一回 下載7毫子的位置 可能你要等一等 因為始終你一旦升上去 你的市場是會衝敬這些電力設備 它本身做些什麼呢 都是一些環保設施 一些環保減流 那些點火設備 風力發電機等等 一些發電機組相關的設施 他媽媽就是中國國電集團 是五大發電商之一 五大發電商之一 那你在業務佈局來說 始終現在是最受惠的 因為你減碳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那你看回上半年 它那個環保的份額就大概佔總業務 接近四成左右 那麼多就不是很多 但是增長不錯的 增長又成一成八 一成八又好像聽到不是很多 但是它所提供的盈利不少的 它的盈利是增長了四成有四億八 四億八 其實你看回它公司上半年 都是賺六億三 那就是說這部分的盈利貢獻不差 所以我覺得值得留意 這個會不會算追落後 因為之前的電力也升得八把聲 見力猜是吧 是啊 如果追落後也是八三六那些 升得太誇張 爆到八把聲 今天又再升了 升了7.5% 都可以繼續留意的 八三六、九一六 這類的那份 如果你說你會選電力股 我就會選這兩隻多些 因為火電股又真的有辣有不辣 是 你故然知道可以受惠的額目 但是那個額目什麼時候可以反映在重複表 沒有人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你現在整個市場是未成熟的 還有這些消息全部很表面 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是怎樣去解讀 如果是一些股民、省的投資者 完全不知道應該從什麼方向入手 剛剛Ryan也給了個號碼 1296 大家都可以看看 不如我們回答一下一些問題 我看到有些問題 Cara想問Ryan是1801 他可以升到什麼位呢 信達新物 他93元有一手 現價又可不可以交貨 盡量沒有交貨 是的 是的 交貨也是一句 你會增加你的快貨的數量 如果你說看價錢 小心點看著一百天線 一百天線是79至80元的位置 都近近地 這條是一百天線 是的 看著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如果突破不了 有點麻煩的 有機會見頂回落的 朋友仔其實都很高位 他93元有 是的 下次找位置舍 他一直跌下來都捱了 不短日子 但是由於接近一些上網阻力位 不太建議去交貨 大家都可能 尤其是Cara可以看著一百天線 大概是79元的位置 另外Andy也想問一下油股 因為他看到今天是830就升 究竟是匯A的推動 還是油價升大動 830 今天升了3.7% 不重要 行升就行了 最重要是有錢賺 最重要是升 他也正在創率越高 就是8.8這些位置 正在挑戰潛密集區 即是這一對 是的 沒有貨不建議這些位置再買 因為上方也有阻力 還有就是制裁股 你少一層的動力 還有就是他近期不太跟隨油價 明明他已經是最貼近油價 三桶油來講 現在變了8.57近一點 他又不跟升 8.57就更英俊 8.57就更英俊 想想他 雖然沒有記錯 他也是制裁股 還是涉棍 他是接受制裁 還是涉棍之餘之類 我喜歡博者135 但是135現在好像有點貴 以往135 你計算的估值 他不是離地的 但是以往他的估值是更便宜的 那好吧 現在的市況 既然他高位回了下來 這位置也有直播率 我會覺得 因為看他有三個 開始升上來有三元左右 升上來九元這些位置 是的 那這些是否要等他再破位 才可以再追 還是什麼時候都可以進去呢 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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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進去未必是一手 但是先進去先 買股票我們通常都會分注入 會好些 但是天然氣的價格短期內 都很難以回落 因為 始終有個需求 是的 你國際社會 很少國家 你會像中國那樣 有能力 也會去做 將那個戰略儲備丟出來 天然氣就沒有什麼戰略儲備 通常戰略儲備是石油 所以沒有什麼國家有什麼能力 去推出天然氣 而戰略石油儲備 也都是一般的國家 不會在一些價格太高的情況下推出 只有中國才能做到的 這件事 Andy也回答你 135 他比較看好 883 可能是一些 不知什麼原因 能夠去升 但是要英俊的話 可能是8-5-7 跟一些油價去升 都跟油價的 加上回A 只是憑阻力位 難一點再升穿之前的頂 有助力 另外蘇霞想問一下 信義系 他只是這樣六個字 請教一下信義系 沒有啦 很難解釋 868 968 主要是這兩隻 868 好像神仙也難救 我之前也有 但是我敗手 我給他了 他真的像棍棍一樣 是啊 真的數不到有多少個陰燭 你看這樣的走勢 不要撈住 你起碼等他收復一半室地才想 其實是不是那些玻璃呢 像是光復玻璃呢 近來都是小店為妙 是 建築材料 因為 你說是不是有見底的跡象 坦白說 你完全沒有貨 絕對可以放在護照頁 但是 他也是處於一個空險的階段 原因是 那些發展商究竟有沒有錢賺錢 還有他會不會減慢賣樓的步伐 現在政府就開始關心這件事 你看到央行剛剛所說的 那個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其中一件關注的就是 要確保一些買家是可以收到樓 這個也很合理 因為你影響社會穩定 所以那些建築材料股 我覺得之前急賽的那些 慢慢在賺底 有些生機是不會出手 還是真的回穩 會這樣去看著 那如果他真的忠誠於信義 究竟哪一隻 除了868 968又可不可以放在視訊頁上 968更加可以 968是色情國賊的 他現在都處於那個 它會不會再漂亮一點 它是沒有那麼差 味道真是漂亮 但是處於一個上升軌道的下方 其實是好的 但是先找一個支持 如果你不小心穿上次的底部 你不就麻煩 上次的底部都是14.5這些位置 順利是先放在視訊頁上 不用那麼快去買貨 另外蛋糕熊想問一隻558 力競科技說什麼位置買進去好呢 不特別建議這隻 其實已經破了位置 這隻已經破了位置 因為之前也升得下巴巴聲 山水感覺它也沒有 坦白說它的成交味是很快出來的 但是穿下一個位置 穿下一個位置 連頭肩頂也難得做給你 就不知道會再穿到去哪裏 這樣 是啊 通常我們不猜底 你說基本因素 你為什麼要找它 是嗎 你為了它的車 還是為了它什麼原因 情義結 某些情義結 是啊 我暫時找不到一個很具說服力的理由 嗯 留意著 558 可以看著它的新聞 另外我看到有兩位朋友都問 同一隻3300 就是中國玻璃 一個問號 另外說現價買不買得過 嗯 好像不太好 你看看 圖其實跟剛才868都差不多 穿了位置 下個位置就是要再看 應該是兩元左右 是嗎 是 兩元左右的位置 下個要看 再看那個位置 看看它能否守得住這個位置 可以做上升櫃再考慮 這樣說 之前一些熱炒的股票 它高位插下來 你就當它是特價時段 是 因為很多時候 資金真的可以走不回來 嗯 有些股份 簡直是在面對斬倉的局面 嗯 你不知道背後的原因 我們拿一些支持位置做一個衣龜 如果它穿了一些支持位置 有參考價值的 我會覺得 是 因為近期的事情 差不多都是弱勢股 是啊 你全部看圖都是差不多 大家都可能覺得 會不會我看開這隻呢 或者我喜歡這隻呢 其實是特價時段 或者那隻又是有便宜貨 可以撈一撈底 其實你要怎樣看這些呢 那要你本身 清楚它的股票和基本因素 還有 還有 有時候在這裏 都會跟大家說 你先數後的票 你看看那個司機才會有變 是 這些是你對 就像你所說 有情意見 或者看開這隻股票 你應該是熟悉它的 是 是 我們就對著 最少是基本面 是啊 我們只能夠很簡單 看基本面 還有看技術的分析 如果你說技術分析 你能看的話 你就相信 穿了位置 再去買 那個直撥率就會低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現在的市場 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心態上也可能要調整一下 另外 深水埗王興想問你 森哥對物館股有沒有意見 沒有什麼意見 最近都不是為廟 你說買買它好意思 可能是 OK 同時間都有兩條問題 就是想問你 在留意哪一類股票 剛剛說的就是1296 我擔心是弱勢的 但你個別看 例如你好像之前 富嶺 你嚴重財困 如果它有一些物館股 已經上市 你不要理它 但是你又想 它就是因為嚴重財困 它叫人救 它不能死 它現在死了 你真的有系統性風險 越大就越不能死 你越大的開發商 旗下的物館股 就有越大出售 用來救媽媽的誘因 因為兒子要救媽媽 富嶺的物館未上市 也是屬於大股東 大股東就選擇賣了它 然後就自己抬錢 扔進去上市公司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 找一些大的物館股 我自己就 大家知道 找一隻四條六 找最壞的那隻 是 為什麼要找四條六 你要賣 當然是先賣物館 現在深圳要調查恆大財庫 對 最快買的就是買四條六 我覺得是一半 有很多東西賣 有傳它先賣獸險 但獸險沒有上市 708 我又覺得不可能這一刻有去買的 你剛剛才說 但是彈了10% 因為股客實在太殘 打彈而已 對 所以博的就是 全是一個高風險操作 你說看一個 基本因素的話 你真的會博輸的 沒有人買的 或者他不財困 或者他不需要這樣去救 那你就要完蛋了 那你就要離開了 所以 如果你說物館股 我會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我真的除了物館股之外 不如本地物館股 331那些不太好 我經常都說話331 英俊很多 是啊 在這些市場已經很英俊 對啊 都算是這樣 剛才看圖的全部都穿了位 這些都算是 可能 都不是走波幅 只不過是回調階段 還有給你7厘米 你想怎樣 OK啦 現在都可能是偏向修飾為主 他在說的PE 五倍都沒有 真的 他不是說的物業從股 他的業務也是全部可見的 他那些庫城 他那間保安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但都是常常常 招見口碼見面 馬會那間保安 或者是會展那間保安 那這些股 你如果放在股票上 起碼死不去吧 股價就算會跌 他起碼有息派給你 業務起碼穩定 7厘米你還想怎樣 是啊 他派息比率上市到現在 現在我沒有記錯的話 都沒有低過四成 他招股書是說三成 他的派息政策 就是要拿三成來派息 他就應該沒有 我沒有記錯 是沒有少過四成 大家可以再檢查一下 是 如果是本地物館 就留意著331 如果是來地物館 就要看四條錄 四條錄 看布置這樣看 我自己也有搭 單車變摩托 331我也有 但是我早年買下 我買了很久了 一定不會是現在這些位置 不是這些位置 我兩個多買 現在這些位置買 你問值不值得 我想問值不值得 因為兩個多買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多業務 坦白說 他那時候的電機 仍然是佔他大部份的業務 電機就是機電工程 就是一些建築項目 裡面的那些 冷氣怎樣擺放 那些水泵怎樣做 這些是他的業務範疇 他的那些項目 就接很多政府的項目 到現在都是他主要收入的來源之一 不過那個份額就比以前少了很多 物館呢 那個份額就越來越多 主要是這兩範疇 所以你可以想像 越來越多大型工程 對331這些有利的 我看他現價 就算現價去進去 看哪些位置 一穿了就要離開呢 是不是真的穿了就要離開呢 我想設置指洩位兩成 設置指洩位 但如果看就一定是看他破頂 是嗎 是的 但你不要看12月就破頂給你 我覺得未必會 要花點時間讓他走 這些是很慢的 因為你的業務太穩定了 是 那現在是否要找一些業務相對上穩定一些 受那個國策影響少一些 去入手 就是這樣 有股值可以給他 那些股份可以看那個線 我覺得 嗯 可能留意一下331 除了物館股 有沒有留意哪一類股票 都想問一下你 剛才說了 就是1296 那些環保內的股份 其餘的就是 撲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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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有槓桿類的操作 但是那些反向ETF 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回報風險 在這一刻不是太吸引 嗯 如果要做反向操作 就不如真的買一下 柯卵 紅症 旗子 這些工具 我自己喜歡用旗子 因為反應快很多 嗯 那同時間 個人的反應也要快一點 那這個一定 但是你最悶氣是 市民是掉下去 你的牛紅症不動 那也是 那是最慘的 看大家近期的操作是甚麼 另外Eric除了3300 也想問你的489 是 就是東風集團 他8元有貨 所以不需要止虧 現價6.96 8元有貨 我8元有貨 紙 我也是不知道幾個棍 你可以最終掙扎 看這條一百天線 大約多少算 穿過 6.863 對 6.863 今天也穿過做過6.868 做過越低 是啊 看完收市 收市穿了一百天線 就走了 那要小心一點 Eric 這些位置 是啊 那你8元也算一個 比較高的位置 就是要設置止虧 看著一百天線這些位置 另外想問2382 就是順月光學 想問前景如何 可不可以潑 嗯 他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想問前景好不好 但第二個問題是問潑不潑 我想他的問題一定是問股價前景 哦 是 都合理的 所以看不記得先找這處 這個位置 現在這個位置也是 剛剛在做腳的 看這個位置會不會有機會跌穿 OK 你就看鬆一點點去到二百元 去到那些位置才放 穿了那些位置就爽很多 是 那些位置比較舒服 駕駛都駕駛 但是這一個前景 是否暫時沒有這麼看好 業務前景 我不看得太差 好像節目一開手所說 iPhone 13 完全驚訝 你看不到 是賣得這麼好 在香港看不到 但原來大陸是發聲的 賣得都斷貨 香港不是也有人排長龍嗎 也有的 但沒有之前iPhone 10 或者iPhone 8 9 那些時間 那條龍那麼長 好像過了一陣氣 是嗎 可以想像的 坦白說 如果在用iPhone 11和iPhone 12 其實沒有一個很大的誘因轉機 對 其實樣子都一樣 看前面 大家現在全部都會戴套 戴著那個Case的時候 看不到你後面的顏色是什麼 你對5G 是不是有很大的需求 也不是 iPhone 12已經是5G 是 那你以往蘋果換機周期 你有上一代 你真的想換下一代 會有衝動 你會考慮 對 以前也是這樣的 即逢兩年換一換機 大家都好像很興奮 很期待 現在沒有了這個 沒有了這支歌仔唱 但那些手機設備股又如何呢 即23820 2018 或者是優太科技 2018就差很多 整個走勢都差 像落山圖一樣 是啊 真的落山圖 穿了位置 又是一句 穿了位置 再搬爽很多 50元之前 這個算不算 已經是穿了位置 可以穿了 現在才會有點遲 是啊 是呀 之前50元那些位置 嗯 所以 兩隻比較 23820 你也要等它穿位 先 等它穿200 不用心急 等它穿200 再搬都不遲 說起 很多不同的板塊 是不宜尖手 我看到 今天也有一隻 現在真的跌了很誇張 就是460 是 醫美的板塊 460 今天跌了14.6% 原來說什麼呢 原來它有一個廣播的局 就說要禁了一些醫美態 或者美容態的廣告 其實本身醫美板塊 都不是近來看得好的 但它這樣說一說 又再多插一插 究竟醫美板塊前景 是否真的很久才能復甦呢 其實美容態是說什麼 美容態是真的跟 美容有關 還是跟貸款有關 兩者 為什麼不兩者 因為我剛剛也有上網 Google 是什麼叫美容態 它說真的專門關注於美容方面 借的貸款 就是為了整容 借的貸款 對 那些貸款會這樣做 它現在就說廣播局 要禁止這類廣告 不讓你去做這類型相關的宣傳 但本身醫美的宣傳 受打壓的程度都很高 那這些還有沒有得翻生 有沒有得翻生 是有機會的 但又是那句 又是那句 你猜到底做什麼 沒有得翻生 沒有得翻生 最近看十隻 有八隻都要穿了 都不知道怎麼辦 但起碼你適備 是嗎 是 大家都真的要適備 他就說為什麼香港 都不可以玩虛擬貨幣 現在 香港嚴格來說 沒有不可以玩 你一樣可以用信用卡 去兌換一些平台 在外國的虛擬貨幣 理論上我沒有記錯 是不犯法的 不同 玩往上賭場 如果你用同一個操作 在往上賭場是犯法的 是 理論上 香港是不可以賭博的 或者不可以一些非受規管賭博 但是虛擬貨幣 不是去到這個階段 但是 你也想像到 香港有哪些政策 不是緊跟中央的節奏 中央都說不讓你玩 香港真的要跟隨其後 是啊 我覺得是遲早的事 你看區移貨幣 你玩的角度是什麼 你真的純粹是一個炒賣 炒作的 你一定有辦法 如果你不是的 你覺得是一個資產的配置 你覺得是用來收藏你的財富 你會盡早做一些佈置 是 那就先買一顆 是啊 但是 剛剛也說到 內地那邊 不允許做一些虛擬貨幣的炒作 那些Bitcoin的概念 是不是都要給 GG G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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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611 那些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完全趕盡殺絕 你好像騰訊一樣 很強 基本數很好的 但是 趕盡殺絕 那怎麼辦呢 他要殺 殺你一個 不止 還要殺整條村 那是否暫時都不宜兼手 如果有貨 現在就要離開 有貨當然要離開 你趁他還沒大插 其實他只是表面的消息流傳 但是還沒說具體 究竟是不給到什麼程度 剛剛就說 可能是不給一些新的註冊用戶 不給一些新登記的用戶 Bitcoin Bitcoin 大陸是直接不給 大陸直接不給人在裏面做交易 亦都不給你利用信用卡 買境外的Bitcoin 以及不給滑礦 這個大陸是很清晰的 在香港就不同 香港就暫時買Bitcoin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前提是 你那些平台都慢慢撤走 即是由香港撤走 或者他們不接受 香港的用戶 不受你玩 因為他們都可視到 接下來的情況 香港會緊跟中央的部份 嗯 那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都拿著相關概念股 那真的早走早著 那看到的成份股 我看今天 即是二三三一 這些體育用品版塊 就是二三三一 對 又GG 嘩 所有都GG 究竟為什麼 低位 因為生產不到 限電限產 對 出貨都不能出貨 其實它是影響很多行業 是的 所有行業都會受到它影響 但是它不在意 那有 是嗎 幾明年 你不在意資本市場的情況 一些不影響到民生的情況 它也不太介意 開發商 你影響它的資金鏈 就一定會影響到公司 是 那它怎樣呢 它就說你要確保一些人有樓收 嗯 這個是現今的中央政府的思路來的 總之你影響民生的部分 你嚴控它 不要有一些很負面的影響 但是你整間公司的死活 不是太關注的東西 是 那沒有辦法 暫時還是要GG先 答案 答案 是 2020 看看 這隻又能否注意得完 安達 又是穿了位 連我的1368都沒有人走 你看 又GG 現在才可以考慮 是啊 暫時也是這樣 沒有理由這些位置就罵 是 我記得之前 你也有說過那隻2137 是 講一下本身鼓 就是騰聖波 這隻又是不是散水感覺 有一點點 但是你看到那些成交又不是很誇張的 散水的成交真的一大棍地扯下來 但是四支音竹是不漂亮的 罵就你真的等它確認下一個位置 即是四十元那些位置你先站穩 短期我剛剛想說 先出一支羊竹 四十元這些位置是不是支持位置 支持位置的 但是問題是你怎麼知道它出多少支音竹 那也是 連續四支這樣五支對下來 大家都不知道走勢是怎樣 要留意著成交 另外想問現在香港的市場有什麼都可以的優勢 沒有 哪有優勢的 香港要緊跟中央的步伐 這個就是那個優勢 是的 還有國安法 最大的優勢 有中國的強大的後盾 回歸祖國的懷抱已經是最大的優勢 就是要感恩 是 另外十一都可能要感恩 即是來近十月一號 是 放假 當然 另外他想問一下借2689 借九龍子業出了業績 他就想問一下你覺得業績如何 現階能否進入呢 是 算是不錯的 至少你看大數 也有七成的增長 但是當然 你如果不計算那些匯對虧損 融資活動 其實都有五成都不差 理論上可以受惠了經濟的復甦 但是 經濟復甦是在說疫球的對比 有一個很大的在谷底的反彈 但是現在大陸基本上過了疫球 過了這些事情 你要回歸最基本的事情 最基本的工業活動 工業活動都說兵風 都說停電了 我剛剛想問限電 對九子 絕對有影響 完全都有影響 可以怎樣不用電生產的那張紙 那張紙是嗎 像以前那樣 用罩禮 然後浪費那張紙 那不可能 搞不定 而且他做了一些包裝紙 他的客人又是工業製品 即是一些廠商 如果大家現在已經擔心 一件事就是那些航運股會受制 因為工業活動 那包裝紙一樣是工業的重要環節 同樣都會受到影響 去過一環扣一環 是 那條鍊已經長得很長 那條鍊 就是我以剛才的波鞋估計 波鞋出不了 那包裝紙又怎樣呢 那盒子都不會給你 是吧 其實很大影響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那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現在是2點01分 行指正在24642點 正在433點 大市成交970億 那今天麻煩Ryan上來 和我們看著市場 和分析不同的股票 那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那一會兒有不同主持 和大家一起看著市場 那我們遲些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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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